你好,我是Ronda 那今天要介紹的是這一款瑞士維加的維晶3D全能精華 我們這一款精華裡面一共添加了B12跟AC11的成分在裡面 尤其是我們AC11它的成分更是像是我們的膠原蛋白 可以有效的幫助我們肌膚細胞的做一個修復 尤其像我們現在很多人都很忙碌 所以對保養也非常的偷然 那我們這一款精華更是可以說是一抵十 等於說用這一支就夠了 因為裡面除了有添加我們AC11之外 也含有我們三生態的成分 我們的三生態更是可以幫助肌膚做一個延緩老化的效果 同時裡面有我們的植物萃取 那我們植物萃取也能夠達到的保濕效果 所以這支精華它除了可以幫助我們肌膚做一個修復之外 它也有我們的抗老的效果 同時也能夠保濕 更可以有效的改善我們肌膚的暗沉 提升我們肌膚的明亮度喔 再來呢在使用之前我要特別來介紹一個 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因為可以看到我們這一款精華 它是採用一個鋁管的包材 那我們鋁管包材它不但就可以減緩 就是說完全沒有塑化劑的這個問題 而且像是我們太陽直射或是溫度過高的時候 裡面的精華材質也不會變質喔 那我們一般常見的精華 它都是使用一個塑膠軟管的一個包材 那我們塑膠軟管呢使用完之後 就是很擔心我們的空氣會做一個回沖的動作 那呢空氣呢進到我們的塑膠軟管裡面 就容易造成我們的精華的變質 那呢因為我們這是使用一個鋁管的設計 所以呢完全不用擔心我們的空氣回沖問題喔 再來呢要教大家如何使用這一款精華 那首先呢我們可以先擠一些在手上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說它的質地呢是呈現一個粉橘色的 因為它是裡面完全沒有添加任何人工色素啊 或是防腐劑、香料等等 那我們的粉橘色呢它其實就是一個B12最原始的一個顏色 那我們可以稍微點一些 然後像是點在額頭、鼻尖或是雙頰 然後再打 這樣不用很多一小滴就可以了 因為其實它的質地呢也非常的好推開 所以呢一小滴呢整張臉都可以使用喔 那可以現在慢慢的把它推開 那它非常的好吸收喔 然後剛剛我只用一小滴 現在整張臉呢它都非常的非常的滋潤喔 因為像是最近啊 就是說夏天到了我們常會有曬太陽的機會 那相對來說曬完太陽肌膚會變得比較脆弱 那剛剛就是說裡面有提到說裡面有一款 像是AC11的成分 它可以有效的幫助我肌膚細胞的修復 然後而且它裡面也有可以保濕 所以我覺得它這對我最近常常曬太陽之後的肌膚 還蠻好用的 我覺得它真的是還蠻好推開的耶 就是說其它的精華液 它可能就是說在推開之後 你還是會覺得有一層東西在臉上 那它的保濕效果非常好 而且我可以感受到說它的精華是已經全部都吸收進去了 而且我像是我第二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可以明顯的感受到是說 像我剛剛說到說曬完太陽皮膚可能會刺痛 可是第二天的話我的皮膚就感覺就是 欸已經有經過鎮定 而且呢完全沒有刺痛的感覺